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推动社会进步、飞速发展 进入新的时机 人类开始呼唤道德 重建道德 这就需要对道德有新的认同 然而现代道德不会凭空产生 它是来自于对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 伊斯兰教是一个伟大、古老、文明的宗教 在它一千多年的发展进程当中 也更是把倡导伦理道德作为进化社会 纯洁人类心灵的首要举措 伊斯兰教认为 只有具备高尚道德修养的穆斯林 最终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 圣门弟子 传属圣讯 穆圣说 在复生日 任何事物在仆民的秤盘当中 都比不上善良的品德更沉重 穆圣又说 你们使人们不要努力去寻找金钱 但是你们叫他们去寻找和颜悦色和美好的道德吧 一次 有人问穆圣 教门是什么 穆圣连说三次 是优良的道德 那人又问 什么样的穆斯林信仰最好 穆圣回答 品德最优秀者 伊斯兰教强调 伦理道德是社会成员的立身之本 是社会发展 文明进步的基础 是伊斯兰六大信仰 五大功修的必然结果 中世纪著名学者 イmam Ansari说 道德是伊斯兰对人类的首要使命 缺乏道德的宗教功修 毫无意义 穆圣也曾高度的评价道德的价值 穆圣说 宗教就是良好的道德 追求真上面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愿望 宗教的道德规范不仅具有理想和神圣化的一面 更主要的是它对约束人们的行为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千百年来 伊斯兰教的精训理论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相融合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道德思想 这些思想广泛流传 对丰富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至今日 在新的历史时期 作为新世纪的穆斯林 弘扬伊斯兰教的优良道德 实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 包括范围十分广泛 在古兰经在圣训中 鼓励人们树立高尚道德的经文比比皆是 其中在古兰经当中 约有九百多段经文设计伦理道德 就具体内容而言 具有对人类思想行为的细致指导 又有对社会交往家庭伦理的具体规范 如命人行善 诚信 宽容 自解 公正 慷慨 忍耐 团结 等提高人生价值 教证人民性灵 使人们接近造物主的一切家型美德 并对贪欲 欺诈 赌博 饮酒 嫖娼 淫乱 种种恶行 给以无情变大 伟大的君主在古兰经中说 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 实际近亲 并请人淫乱作为霸道 古兰经十六章九十节 伟大的真主又说 你们当孝敬父母 接近亲 怜悯孤儿 救济贫困 当亲爱 近临远连和同伴 当款待旅客 古兰经四章三十六节 另一方面 伊斯兰教还把趋恶扬善 坚持真理 伸张正义 定为人生最高行为准则 要求穆斯林在日常社会生活当中 应当宽厚仁慈 乐善好施 主持公道 健义勇为 具有良好的公共道德 伟大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你们是为世人而产生最优秀的民族 因此你们趋恶扬善 你们归信真主 古兰经三章一百一十节 在圣讯中 牧上曾形象的把社会与社会成员 比喻成船只和成船者 来说明道德在社会当中的重要性 两伙人抽签成船 一伙人居住在船舱之下 之上 一伙人则住在船舱之下 住在船舱之下的人 为了防备船舱之上人的伤害 在口渴时不欲上船 便于在船底凿船而取水 此时 如果大家都视而不见 那么整船的人 则要共同被要淹没 反之 那么则会平安的到达彼岔 牧上还曾经把忽视道德的重要性 和道德的价值者 称为破罗户 来劝戒众人 据圣门弟子 传说圣讯 牧上曾问圣门弟子 你们可知何人为破罗户 圣门弟子达到 丧失财产的败家者 牧上说 不罪 在我教生当中的破罗户 是他曾风载礼拜 交纳天客 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辱骂他人 倾存他人财产 杀人放火的人 这种人在后世 则要把他所干过的 摘败等善公 偿还他所亏害的人 善公尝完了 拱不抵过 再拿别人的罪了 夹在自己身上 然后满身罪恶着 被投入毁育 还有一则圣讯 即圣门弟子们 问牧圣 有一位穆斯林妇女 风载礼拜 施舍做的很多 但他经常辱骂邻居 他的结果如何 牧圣回答 他的善公无足轻重 尽火欲 总之伊斯兰教就是强调 通过各种功修 从不同方面磨练出 穆斯林的优秀品质 使此具备进入天堂的素质和条件 毋庸置疑 上述内容和我们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所倡导的道德标准是一致的 古人说 泰山不辞丘壤 史成其高 江河不弃 涵流 方成其大 每个人要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弘扬伊斯兰教的优良道德 必须从自我做起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为此 穆圣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有人曾问圣纪阿易舍 穆圣的道德怎样 阿易舍回答 穆圣的道德便是古兰经 穆圣一生以仿效 古兰美德为己任 忠厚老实 舍己为人 以德抱怨 勤劳解约 清白无私 等成了穆圣的代名词 伟大的真主则 古兰经当中也夸赞穆圣道 你却已具备了高尚的道德 古兰经六十八章第四节 作为新世纪的穆斯林 我们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便是 跟随道德的最高典范 挖掘弘扬伊斯兰教 优良的道德思想 在人间传播福利 招人行善 指人作恶 使我们的社会变成文明的净土 这不仅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还能更好的弘扬我们的伊斯兰教 在当今经济的大潮当中 不少人的价值观念 道德标准发生了变化 从而趋向了自私自利 贪得无厌 最近从从辽宁晚报上看到寒心一幕 2004年2月10日上午时时 大师乔士姆精品店玉姆 从储蓄所取出八万现金时 突遭劫匪抢劫 慌乱之中 劫匪抢的七万现金 仓房逃窜 余下一万现金散落一地 然而正在此时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本来在旁边围观的十余人 突然不顾倒在雪坡中的被害人 疯狂地抢夺起地上散落的钱财来 倒在雪坡中的岳某 望着抢夺不以制裁的人们 用艰难的声音呼唤道 你们先不要抢这些钱 不要把罪犯抓住 回头我给你们抢 多次听闻 人之出性本善 是什么使人们的正义和良性泯灭 又是什么使人如此的贪婪和麻木呢 究其原因 是对金蝉的崇拜 和对道德的漠视 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 物与横流金钱至上 道德沦丧 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必将是社会病病接踵而止 不知名的疾病侵袭人体 犯罪力猛增 直至于民族的精神消失 慷慨的诗人们所音诵的号 唯有道德的民族长存 若品德丧失 则名存失亡 因此我们穆斯林 应当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 时刻检点自己的身心和言行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塑造 伊斯兰精神文明的完美形象 爱国爱教 顺主顺圣 为了我们的社会 多一些奉献 少一些自私 多一些诚信 少一些欺贷 多一份关怀 少一点冷漠 多一缕阳光 少一次黑呀 也更为了社会稳定 国家昌盛 民族团结 祖国统一 得到两世幸福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吧 国际黄独立